大家好,这节课我们进行XYoutube的ViewYoutube模块的学习 如果你能熟悉使用ViewYoutube模块的话 会使你的代码看起来比较整洁 而且会少写很多不必要的代码 好,我们先看一下ViewYoutube的主要作用 它主要是通过完全注解方式进行UI绑定和事件绑定的 即你就无需再定义FindViewByID和SedClickListener等这些事件点击方法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它里边的注解 我们先看一下ContentView 平常我们加载布局的话都会使用SedContentView里边传入事件ID 而如果你使用Chartos的注解的话 只需要在Activity的投文件上声明一个 ContentView R.Layout.ActivityMain 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这句SetContentView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我们也一样可以加载这个布局 这个布局里边只有一个TestView 如果我们想找到这个TestView的话 如果我们想找到这个TestView的话 平常我们都是写FindViewByID方法 如果使用Triotos的注解的话 我们只需要声明一个ViewInject 这里边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解 这里边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Value 其我们印的行动 我们只需要把ID传进来就可以 还有一个是ParentID 可以给它复制ParentView 我们把ID传进来 R.ID.TV 这里上面一个TestView 我们在下面对它设一个值 TV.setText 设为我被修改 我们看一下这个值能不能设定成功 我们看到这个TestView的值已经变化 证明这个注解是完全可以的 最后我们看一下event注解的使用 event的注解主要是针对事件的处理 比如我们在布局文件里边 顺便一个button button 给它顺便一个ID bt 再给它设一个Test 好 我们在这里注解一下 ViewInject R.ID.BT 这里声明一个button 然后我们声明一个event的注解 event 我们看一下它的圆码 这里边有注解的一些需要注意的方法 第一个它必须为private修饰 而且它的返回直立型是没有要求的 参数名和type的接口要求是一致的 它里边有几个属性 一个是value 可以传入一个或多个ID 这个是parent的ID 可以传入parent的空间的ID集合 这里还有一个type 默认的是viewonclicklisten的 即点击事件 还可以对事件进行set的设置和messor的设置 好 我们来使用一下 这里先传入一个ID r.id.bt 然后上面一个seal的private方法 然后上面一个seal的private方法 wild 就叫onclick 这里传入一个view空间 我们在这里打一个图丝 mike text 这里是上下文 输出一个我被点击了 再传一个时间 shout 点售 好 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 可以看到这个已经出发了点击事件 如果我们想对这个按钮进行别的操作 比如说我想长按它 我们再写一个e问答 传入这个ID 然后给它上面一个type 默认的是点击 我们传入一个长按的 vill. onlongclick vill.class 好 我们上面一个方法 private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长按的点击事件返回的是一个布尔形 所以我们这里要声明一个布尔形的 onlongclick 然后接收一下这个vill 我们在这里再打一个图丝 输出长按 最后 最后return 出 好 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长按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已经打出来了长按 如果点击的话 还是我被点击了 如果我们想让不同的按钮都做同一个操作 因为它这里边 是可以接收ID集合的 即可以不同ID做同一件事情 我们在配置文件里再声明几个button 这个叫button2 button3 我们先注解一下 button2 button3 然后我们在这里添加一个集合 集合是需要声明的 Value 用大根号把它扩起来 用豆号分开 r.id.button2 r.id.button3 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点2和3按钮的时候 做的操作和button1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想在里边 做不同的操作 可以用switch进行一个区分 得到它的ID Value.getID case r.id.button2 这里进行一个输出 第二个被点击了 第二个被点击了 如果case r.id.button3 第三个被点击了 第三个被点击了 分号 好 我们在这之前把这句话删掉 然后这里加一个break break 好 我们运行一下 可以看到 点第二个按钮 就是进入到图 第二个 第三个 就是第三个 好 到这里 我们event的注解就讲完了 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的 首先 方法必须是私有限定的 而且方法参数 必须和type对应的 listener接口是一致的 最后 注解的value是支持数组的 里面用大括号 括起来 用豆号进行分割即可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秋写